乌克兰过来了 天天吃海鲜也不行啊 行啊 我告诉你 我来中国 我知道 行啊 每天吃 我妈妈现在又说 Gadjia 是不是我来中国了 我可以吃海力饼 我说妈妈 可以吃很多 啊 改新 来了 我现在要和你们说一下 还有两天没来 你们看 我都看你们很好 是不是 都给你们好吃 等一下 都给你们好吃 你们要乖乖 听到了呀 你们三个在那边干嘛呀 过来 过来吃 鸭子胆子比较小 对呀 你们看 他们一直不怕 你们干嘛 有毛病 我们现在是朋友 马上阿民回来 你们看 他给你们都是 调料 那个不是调料 塑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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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塑料 我给你们都是 每天给你们好吃 你们现在要下单 听到了 因为还有两天 把回来 要看你们是乖乖 听到了呀 你们三个现在一直没有下单 你们很坏 然后要喝鸭糖 听到了呀 我说对不对 对呀 对呀 因为一直现在没下单 两个月没有 两个对 应该是两个月 记号的 还可以 你知道 有一个乖乖的 是这个 一个非常非常乖乖 每一天有下单 这个来得及 我妈妈然后来吃 来得及 哎呦 非常好 因为在乌克拉木瓜是奢侈品 很贵 好贵 而且在一般地方是买不到的 在西服可以买 在首度当然可以买 我吃你知道 它是没有味道 不是不是不是 你现在吃的是素菜拿下来的 当然那个没有味道了 哈哈哈哈 我一直想 我现在在中国 每天吃水果 好的是 乌瓜 嗯 啊 然后 荣椰 然后什么 芒果 嗯 我小时候 又在 电视看 我一直想 哇 芒果是什么味道 荣椰是什么味道 荣椰是什么味道 我一直有想这个 你知道 嗯 嗯 波罗我也有想这个 嗯 在 在乌克兰有波罗 没有问题 嗯 但是这样子的水果 没有 我一直想这个 现在可以说我在中国 我在股田 我没有想这个问题 因为都在旁边 对呀是旁边 真的旁边 好的可以说 因为我不会吃木瓜 我有过敏 过敏 对呀 我到 然后在 但是你吃了 你知道它什么味道 是的 它是和 哈密瓜 差不多 但是它比较暖 暖 对对对 嗯 哇 然后妈妈 是这样子 早上起床 我妈妈 我快懒得妈 然后她早上起床 它是黄的 它是这样子 来 绿的也能吃 绿的操菜吃 要不要吃 我不会做啊 我也不会 等妈妈来了一起尝一下 然后咱们做不好吃 就说它这个绿的不好吃 不是 我知道 芒果绿的好吃 真正有给它好吃的 嗯 不是 我没有书 然后我妈妈早上起床 嗯 看黄黄的 嗯 都是这样子来 都是这样子来 你知道 够 妈妈来 它已经 差不多开始还了 对 因为你看 这个书 还有 黄 嗯 对 上面也要结了 这个很好啊 以前那个没有刮台风的时候 咱们摘它都摘不到 因为太高 现在那个 嗯 这个你看 可是这边也有 嗯 小小的 嗯 还有两天妈妈要来 哇 时间真的很快 因为那个时候 她就说 我要去巴黎 嗯 我一直 怕 我老婆一个人 怎么办 嗯 一直想这个问题 你知道 现在不怕啊 因为那个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 我会不会 妈妈还是有说要 总裁 什么 你知道 我一直 特别怕 还是 你知道 我在中国 都是和妈妈一起生活 哎呀 还有两天 两天 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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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开心 你知道 因为时间很快 我老婆要她回来 她看 看房子好不好 对不对 鸡 是狗不狗 狗怎么样 猜怎么样 房子怎么样 你知道 嗯 鸡也可以很开心 妈妈回来 因为老婆很热闹 不是一个我围他们 然后妈妈也围 不是 鸡很开心 妈妈回来 很不开心 你妈妈来 蛤 为什么 你妈妈来了 我妈妈不要 那你妈妈要不要吃 不要 那要不要吃 不要吃 那咱们 咱们还养她一辈子 等一下 我现在告诉你 我妈妈 想吃海鲜 她没有想 在乌克兰自己 然后来中国也吃鸡 什么意思 但是 我妈妈 她会想 很难过来了 天天吃海鲜也不行啊 行啊 我告诉你 我来中国 我知道 行啊 每天吃 我妈妈现在又说 看一下 是不是 我来中国 然后我可以吃海鲤饼 我说妈妈 可以吃很多 因为 中国的妈妈知道 你喜欢吃 她每天要做 哇 那妈妈是每天要做 妈妈 妈妈她会 买一袋的海鲤饼 然后每天吃多少 我给你扣多少 妈妈是这样 我以前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 哇 妈妈买200块钱的海鲤 每天人都扣 早上那个海鲤小咸菜 中屋海鲤汤 那个米饭配海鲤汤 那个嗆海鲤 然后晚上又是海鲤 对对对 哇 海鲤饼 哇 那真的 不是海鲤饼 我也很喜欢吃海鲤饼 但是你知道 好的 要时间要听一下 嗯 妈妈知道我喜欢吃 每天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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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不吃妈妈说 因为什么没有吃 你喜欢吃的 我说妈妈 等一下 要听 要听 因为没天吃也不行 要等一下 要等一下 对吧 妈妈知道你喜欢 对 不是 海鲤饼真的非常非常好吃的 我妈妈又说 我说我会不会在乌克兰做 我说 要海鲤在乌克兰 一颗 可以说三十块钱 中国人 而且而且那个海鲤不好吃 你知道为什么 不好吃 海鲤饼要小海鲤 然后新鲜的 我现在也这个知道 因为以前我一直想要大的海鲤 但是现在我知道 大的海鲤这个和费罗伊亚 要是小小的 甜甜的 它是甜甜的 好吃的 你知道 这个是有意思 但是 没有说完 我妈妈要在乌克兰做海鲤饼 我说妈妈 这个会好贵 不要做 然后妈妈说 会不会不给海鲤饼 我说妈妈 这个不是海鲤饼 没事 现在来中国 然后他不会想这个问题 他可以没天吃